第六集 也蒸蒸日上 和市里的某些领导称兄道弟的企业家了 他还能像当年一样 拎着脑袋和人家拼命吗 多年以后 在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叫彩蝶轩的饭店里 二狗曾和沈公子有过如下对话 当时我也认为二叔是真的怕了 二狗 你虽然从小和我们一起玩到大 但是你真的不了解你二叔 你还是不了解你二叔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啊 我不了解他 一桌子菜 我都能知道他先夹哪个菜 我能不了解他 你不了解呀 如果我不说 那么你可能这一辈子也不会了解 那 那你说说看 二狗我问你 张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普通人一看张月的眼神就赶紧闭开 他这辈子服过谁呢 他听过谁的话呢 嗯 偶尔听听二叔的话 对 除了你二叔 你见他听过别人的话吗 可能没有 不是可能没有 是绝对没有 你是没有想过 张月为什么会听你二叔的话呢 二狗的确没想过这个问题 那我再问 李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你见过比他还阴的人吗 你见过他有几个真正的朋友 你见过谁能使唤他 能说一句 四儿 帮我开盆啤酒 你四叔立马颠颠的去 你见过谁有这本事 就算是张月当年那么牛逼 他指使过李四吗 我只见过二叔指使过他 那是因为二叔和四叔从小就认识 而且他们是战友 扯淡 这不是原因 我和四儿也算是战友 但是我什么时候敢劳人家的大家呀 我指使得动吗 那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我先不说 我再问你 李武当年混得好不好 混社会的本事强不强 又是谁一脚把他踹飞 李武还笑着 去给人家点烟赔不是 谁有这本事 哎呀 这事 不是当年张叔被枪击伤的时候 二叔踹的吗 对呀 换一个人踹李武一脚试试 只要不是你二叔和张月 换了任何人 李武都敢当天拿枪崩了他 或许不是不敢 是因为多年的兄弟感情 你错了 他不敢 他不对张月下手 那是因为他把张月当亲哥一样的大哥 那才是兄弟感情 和你二叔的关系不大一样 他不敢对你二叔下手 那是因为他怕你二叔 他不敢 不敢 绝对不敢 为什么呀 二狗纳闷 开枪帮人这事 基本就是个死罪 死都不怕 还会分人吗 我说了这么多事 你还不明白 我真不明白 沈公子吐了一口烟 缓缓的说 这些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你二叔骨子里比张月还霸道 比李四还阴 比李武还能把握人家的心理 只是你二叔从来不把这些表现出来 二狗听到沈公子最后这句话的感受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震惊 感情这二十多年来 二狗居然不知道赵鸿兵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二狗无语了 其实二狗也纳闷 为什么看起来和和气气不怎么嚣张的赵鸿兵 能被那么多江湖大哥称为大哥 虽然这个大哥是因为败把子时年龄最大 但十几二十年的一直叫下来 的确也不容易啊 这世界上了解你二叔的不多 也就是我 张月 李四 李武 李老棍子 吴老板 等有限的几个人而已 李老棍子和吴老板都算是聪明人 交手两次 自知远非离手 认灾了 但是这世界上蠢人远比聪明人多 大虎 对 他就不够聪明 他要是有李老棍子的智商早就认灾了 认灾不是很好吗 那在你眼中二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能简单说说吗 沈公子笑了 大概半分钟没说话 二狗啊 你还记得十几年前 我和你二叔在开旅店的时候 我曾经在外面放了张太师椅 给火车站前的那些小混子 小佛爷 讲当年在老山执行任务的事吗 记得呀 那个段子你讲过几次 但你总是讲到 你和二叔要扭断越南人的脖子的时候就停了 每次都是讲到那停 每次都放几十个人的鸽子 二狗啊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把这事跟你讲完 这个事啊 我跟我老婆都没讲过 讲完以后 你就应该知道你二叔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为什么 沈公子没搭话 夹起了一块烧鹅 悠然的蘸了点酱 放在了嘴里 我先吃一口 吃完我跟你讲 要不啊 讲的时候 我怕我呕吐出来 那天沈公子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距离二狗当年听他在火车站前的和平饭店讲这个故事 已经足足二十年了 沈公子潇洒依旧 二狗已冷暖自知 哪天夜里窗外明月高悬 秋风袭袭 二十年了 沈公子终于讲了这个故事的结尾 二狗也终于听到了这个故事的结尾 二零零七年的上海 秋日的夜里 新天地 彩蝶圈 沈公子用力的咀嚼了口中的那块烧鹅 嚼了两下 一口红酒喝下 然后一咬牙 咽下了那块还没怎么嚼烂的烧鹅 看样子 说出这事 沈公子挺痛苦 二狗啊 我之所以从没讲完那个故事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亲叔啊 你怎么就那么多 为什么呀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 别不耐烦 今天我告诉你 那天夜里 我摔了 摔了 你还摔过 二狗相当惊诚 沈公子居然也摔过 而且还自己承认自己摔了 谁还不摔一次啊 我这辈子就摔那么一次 二狗没插话 二狗知道 沈公子要继续说下去了 那次我们执行任务 是我和红兵参军以后第二次执行任务 我们这次的任务很简单 抢回战友小花的尸体 小花是青岛人 人长得秀气 像个大姑娘 所以我们叫她小花 她和我红兵不是一个班子 但是我们三个 但是我们三个成天在一起打扑克牌 关系很好 她在上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 连长下令 不惜任何代价 抢回小花的遗体 二狗给沈公子倒了半杯红酒 其实在老山的时候 越南人和咱们一样 一旦有人战死 总是拼命抢尸体 为了抢尸体 越南人也不惜搭上几条人命 这时候我军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为师打员 这和解放战争时 为点打员一样 也就是说 把敌军的尸体扔在那 等着敌军来抢尸体 然后咱们放冷枪 打抢尸体的越南人 这一招十分奏效 但越南人也聪明着呢 很快他们也学会了这一招 我们那次在抢小花遗体的时候 就很清楚 越南人在为师打员 沈公子一口干了眼前的红酒 二狗赶紧又倒上一杯 那天晚上和今天差不多 月亮高高的 圆圆的 亮亮的 虽然是夜里 但是依然可以看清楚很多东西 那天的空气也挺清新 经过几天的珍场 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那悬崖上趴着两个随时准备打冷枪的越南人 班长决定 就在那一夜行动 就从后边的悬崖包抄上去 然后不出声的搞掉那两个埋伏的越南人 那悬崖十分的陡峭 真的接近九十度 我们侦察兵的身手都不错 但是只有我和红冰有把握上去 最后 班长决定 让我和红冰上 那天 我和红冰都一丝不挂 二狗实在忍不住了 问了一句 你俩去老山是裸奔去了 还是杀敌去了 妈的 越南人把只要他们不走的地方全洒了 悬崖上也不例外 穿着衣服 说不定哪就挂到雷上 全裸 靠身体触觉 安全多了 再说当年在前线 咱们解放军就没几个人穿衣服的 基本个个都一丝不挂 穿着衣服 不得皮肤病 就得烂淡 谁穿衣服谁傻逼 团长来了 我们都是帮着身子迎接 啊 啊啊啊 继续继续 副员后我买了辆摩托车 成天在你们市里开到一百多码 全市的人 都说我在玩命 一听到这话我就想乐 这也算玩命 那天夜里我和轰冰 那才是真的玩命 那样开的时候 我真的是想找回那天夜里的感觉 那种宾于生死之间的感觉 实在是美妙啊 沈公子又干了眼前的那杯酒 但是那种感觉 人一生体验一次 也就够了 这一路九死一生 心理素质差点的人 手艺哆嗦就会摔下去 就算摔不死 也会被地雷炸得粉身碎骨 那牙上不仅仅有雷 还他妈的全是蛇 我俩爬的时候 那些蛇就在我俩身边身上滋溜溜的窜 我不怕蛇 但红冰直到今天还怕蛇 可那天 他居然从我身上摘下了三条蛇 扔了下去 就算是蛇已经缠住了脖子 我俩也一点动静没出 两个小时 我和红冰终于爬了上去 牙顶上面积不大 那天是大跃连地 地上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越南人做梦也没想到 我们能从牙背面那么陡峭的掘臂爬上来 月光下我和红冰看得清清楚楚 俩越南人背对着我们 一动不动的趴在狙击位上 真的一动不动啊 越南人在和咱们开战之前 已经打了一百年的仗 素养绝不在中国军人之下 或许比中国军人还能隐忍 当时大约距离五十多米吧 我和红冰看了半天 也不知道这俩越南人究竟是睡着了 还是醒着呢 他们知道 咱们中国军人肯定要抢尸体 就在那一动不动的趴着 确实牛逼 这时红冰指了指天 又指了指后面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是告诉我 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人最疲倦的时候 指了指后面 意思是听班长的话 别开枪惊动了敌军 否则咱们一个也跑不了 我向红冰示意 问该怎么办 红冰给我拿手势 告诉我爬过去 扭断那俩越南人的脖子 其实扭断脖子这一招 就官教了我们无数次了 但是我们当时从没真的扭断过谁的脖子 沈公子的酒 有点上头了 嗓尽大了点 清脆的北京话吸引了林桌多人的注意 我和红冰开始爬 悄无声息的 在那满是石头棱子的岩顶草丛里爬 我们俩早就成了血人了 这五十米 我俩又爬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简直是一厘米一厘米的爬 绝对没发出任何声强 这种折磨又有几个人可以忍受 爬到离那两个越南人快五米的地方的时候 我和红冰同时发现 他们都他妈的醒着呢 五米 多近的距离 我和红冰在距离他俩五米的地方 停了足足半个小时 几乎完全不敢呼吸 草里的各种虫子和蛇 在我们俩身上不断的爬过 奇痒难忍 但是我们只能像石头一样 一动不动 我忍不住了 看样子红冰还忍得住 我就给红冰递了个眼色 干吧 红冰点了点头 沈公子说的激动 嗓音就更大 我和红冰一跃而起 一步跃出三米 然后扑到越南人身上 我早就看准了 左手抓住越南人的下壳 右手按住越南人的头顶 用力一扭 沈公子在说的时候 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 两只手活动了起来 就像是当年的同一个动作 沈公子那表情 那手势 没吓到临桌的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听得懂 他在讲故事 倒是把旁边的一桌 外国人吓了一大跳 那些外国人神色黄统的 看着这个退伍多年的中国军人 看沈公子的表情和手势 就看得出 他在表演徒手杀人的动作 这些老外怎么知道他要杀谁呀 沈公子最不怕就是有听众 而且最喜欢有听众 我奋力一扭 没扭断 二狗听见临桌发出一阵小声的哄笑 赶紧又给沈公子倒了一杯酒 这时候 红兵倒是真的扭断了另一个越南人的脖子 而我抓住的那个越南人的左手和右手 都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力气和他差不多的 根本就没法扭 眼见这个越南人就要叫出声了 此时红兵放开手中那个 被他扭断了脖子的越南人 抄起了越南人的步枪 一枪托 就砸在了我扭住的那个越南人的喉咙处 那越南人就当场毕命 沈公子的评书 配上肢体语言的烘托 那是相当的好 沈公子学赵红兵拿起枪托猛的一击的架势 再配上他脸上的凶狠的表情 腰巴临桌的老外吓了一跳 二狗一回头 那群老外在试意买单 估计是被吓着了 那你也没摔啊 只不过是你下手的那个越南人有了防备 所以你才没能一击毙命 要是二叔去杀那个越南人 和你的结果是一样的 或许还不如你呢 你俩的身手公正差不多 我不是因为这事摔了 这只是个开头 啊 我是因为 因为后来的事摔了 沈公子好像有点激动 又干了一杯酒 二狗知道 即使自己不问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沈公子也会说下去的 因为那天他就是想说出心里的秘密 在几分钟内把这两个越南人干掉之后 我们开始执行这次真正的任务 运回小花的遗体 我是在这事上摔了 红兵当时示意 由他来背遗体 由我把小花搭到他背上 其实 运到崖下就好了 崖下我们不但准备了担架 而且还准备了尸袋 只要把小花背下去 一切就好办了 当时呢 我是没多想 也没怕 毕竟那时候我们已经上前线大半年了 敌人的尸体 我军的遗体都见得多了 再说 我也不怕死人 可是 怎么 当我一看到十几天前还和我们一起打牌的小花的遗体时 我的手 就开始哆嗦了 我会给你帮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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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给你帮助心